我們來看到的是桌球混雙中華隊 昨天拿下了銅牌家機 但卻有鄉民爆料 說他們在練球的時候 台南市府這邊撥斗的資源 好 國際戰場在這次的東奧呢 昨天讓大家看到了很多好成績 包含是我們的射箭男團的中華隊 拿到了銀牌 而另外包含是在晚間這場比賽 非常的精彩 是我們的桌球混雙呢 他們拿下的是銅牌 也讓大家覺得非常的感動 其實這一次東奧表現真的很好 中華隊的好手也非常備受矚目 不過我們要講到的是 在一拿到銅牌的瞬間 其實很多人都聚集在 是鄭宜靖他們老家 在這個台南歸人的老家 爸爸一出來講話之前 還先等我們台南市場 黃偉哲先致辭完 而另外黃偉哲也很快速 就現象已經寫好的 功課拿到了銅牌 這樣的一個字樣 結果晚間馬上就出現了 PTT的鄉民上面爆料 就說原來鄭宜靖他的恩師 還有江洪杰的恩師 他們叫做一個林中雄老師 不過林中雄老師他現在已經過世了 而他之前致力於推動台南的桌球 想不到最後台南桌球 卻因為相關的資源被剝奪 反而讓鄭宜靖被迫遷及 對 我想首先還是要恭喜 我們的鄭宜靖選手 在奧運上得到好成績 那是在這個疫情期間 其實給我們工人打了很多的強心針 我想還是恭喜所有 為我們國家在日本爭光的 這些奧運的國手 然後也恭喜所有得獎的選手 我想鄭宜靖的這個事件 可以充分顯示的出我們 我們看得出其實這幾天 非常多我們綠營的民意代表 還是說縣市首長 都是不斷的在當這個體育主播 然後就是不斷的恭喜加油 當然這個都很好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說 你對整個體育選手的這個支持 還有所謂的這個體育改革 其實包括鄭宜靖這個事件 就可以明顯的看得出 我們的這個很多的執政者 他們在對這個相關的體育產業 還有體育選手的訓練 培養跟重視其實是不到位的 包括這個所謂的這個桌球的這個 受國際認證的場館 其實在90年代 在林中雄教練的這個奔走之下 當時是有在台南有這個成立 但是後來因為這個在經營不散的一個關係 委外經營的關係 相關資源去撥斗 我們在看到這樣的新聞 我們覺得也是非常的難過 那也迫使這個鄭宜靖選手 後來移籍到台北市 代表台北市這邊來去參賽 其實這個看得出來就是說 這次人物你不能講一套做一套 那你說要支持體育選手 支持我們的國手 你不是在這個得獎的時候 或者是在這個要出發的時候才支持 上個禮拜的這個東奧選手的 這個商務艙的事件 就是一個最好最好的一個證明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的是你的實際的行動 跟付諸我們這個實際的一個支持 而不是只是口頭上的一個宣誓 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全國人民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非常的諷刺 我想非常的諷刺 鄭爸爸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如果沒有林中雄教練的話 就不會有正義盡的出現 可見林中雄教練 對於台灣的桌酬界影響有多大 而另外他也致力於 我們剛剛講到了 其實台南的是成為第一座 我們台灣的第一座 有國際水準 國際規格的桌球館 想不到後來呢被委外經營 那這件事情在昨天晚間 在這個鄉民整個炸鍋了之後呢 我們的台南市長黃偉哲 居然在半夜的時候回應了 他怎麼回應 他說是在2016年就委外經營 當時他並不是市長啊 不過我必須要跟委員討論的是 我們最不想看到 而且也最不應該體育要去沾染政治 但在台灣總是把體育跟政治 或是相關的政治力掛鉤在一起 常有什麼鞋什麼鞋 很多的鞋會到最後就變成是有黑手介入 而變得有一些優秀的選手 反而因此而被責損掉了 委員你怎麼看 對我想很多這個各個產業 包括這個體育改革 他當然不是一次到位 但是執政者他就要責任 包括黃偉哲市長的這個表達說 這是2016 那但是其實基本上 現在就是你當市長 你就是要蓋瓜承受 你就是要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像這樣的改革 其實執政者應該要更有耐心的 去跟相關的團體跟組織來去溝通 甚至下放的資源 能不能夠一次去到位 到真正有需要的選手 我們知道我們的國手 或者是這些體育的選手 他們在訓練的時候是非常辛苦之外 在台灣相對來講資源是非常匱乏 而且包括透過這個相關的這些組織 如果說沒有妥善的去運用的 相關的資源的話 其實有時候是不一定能夠 百分之百落實到這些選手的身上 我想這個長期以來問題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 那我想為政者都非常的清楚 只是看你有沒有決心跟魄力 來去做一個改革跟解決 非常感謝委員 保護時間謝謝委員 謝謝謝謝 我們必須要前情提要一下 我們都知道現在正義盡 他在全運會是代表台北市來出賽 大家就不禁想問了 從小在台南歸人生長長大 而且也茁壯的正義盡 為什麼最終會代表台北市 在全運會來出賽 原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件事情 在台南有全台首座國際場館規格的桌球館 想不到之後在2016年好 黃偉哲他想要扯是2016年是前朝 不過請注意前朝也不是在野黨 這樣的國民黨來執政 也不是誰誰誰來所把持 那以前朝不也就是現在的副總統賴清德嗎 而在委外經營之後的這個桌球館發生了什麼事呢 根據鄉民的爆料這期間因為委外經營給一些相關不是桌球專業的公司去經營 拿了政府的補助委外給人家經營之後 結果還一度有出現 甚至在桌球館裡面有開放別人踢球的情況遭到了檢舉 種種因素也讓這一些過去 其實我們都知道在台南的部分 桌球是連20年在全運會桌球表現相當優異 而且也培養出很厲害的選手 不過如今卻發生這樣的一個資源被剝奪館 也難怪中華健而奮而轉移到台北